大家好,我是虎啸,我是一个鬼故事爱好者,我看别人的鬼故事,听别人的灵异经历,偶尔也会自己写一篇鬼故事。 但是,这些鬼故事都是我白日青天幻想出来的,虽然不太恐怖,但是重在诡异。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槐树下的破屋子》。 记得小时候,还住在乡下的时候,我总会在村子里到处玩耍,寻找一切值得我们探险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却让我记忆犹新,记得那是一年的暑假,晚上我受不了蚊虫的叮咬,只能去外面乘凉。 来到外面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同样出来乘凉的张天佑。 你怎么了?你也嫌热吗?我看到张天佑不断用手扇着风,便调下了问着。 热呀,怎么不热?我就是嫌热才来找你的。我找到了一个好的地方,你要不要去看看? 张天佑走到了我的身边,突然对我说着。 我始终猜不透张天佑在想什么,于是有点疑惑地问着。 哪里啊?我听张天佑的话中知道,他说原本就是村北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的一间破房子。 以前走亲戚的时候路过那里,我问过爸爸,听说那里以前住的是一个老婆婆,后来不知道怎么死了,房子就荒废了下来。 我从小就喜欢探险,村子里和邻居所有的坟地都我们都去过,可是却没有发生过任何奇怪的事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啊,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惧怕的。 走吧,咱们再去喊几个人,去看看那个无主之房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不用,就咱两个人先去看看,如果不错的话,再喊别人。 张天佑说完,直静地朝着北边走了过去。 我觉得人多,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我便默不作声地跟在他的身后。 走出了村子之后,便被周围的黑暗包围。 我和张天佑并排走在一起,才能勉强地看清彼此。 很快,十几分钟的较成,我们便来到了山坡上的破房子前面。 看着这栋瓦房,我梦名其妙地激动了起来,直觉告诉我, 这间房子一定有值得我们探险的东西。 我率先走进了房子,由于年久了,木门只是轻轻一碰,便倒了下去。 我忍不住地咳嗽,用手电筒罩着屋子,由于只有一个窗户,屋子显得特别昏暗。 一个手电筒的亮度明显不够,随后张天佑也打开了手电筒,来到了我的身边。 咳咳咳,我去,这屋子到底闲着多久了,这味可真够呛的。 张天佑进来,也被这奴命的气味呛得忍不住地咳嗽起来。 突然,我看到在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东西突然反了一下光。 我感觉可能是好东西,便招呼张天佑过去看一看。 从门口来到屋子角落,我们都是小心翼翼, 生怕哪一步踩到了不应该踩到的东西 来到了屋子角落这才发现 原来是一张遗像 照片中的老婆婆面目慈祥地看着前方 我心中按她一声扫兴 准备转身 可是突然我发现 照片中的老婆婆换了一个表情 她不是之前那样慈祥 老婆婆的脸上此刻挂着阴险 调笑更多的是猙獰 天佑你快来看 这个老婆婆怎么这样的表情 是不是眼慌了 我刚才看着她挺慈祥的呀 我被这张遗像吓了一跳 忍不住地对着身后的张天佑问着 可是却没有人回答我 我转身感想身后的天佑 那哪里还有天佑的影子 我被这一幕吓坏了 我在房间里疯狂地喊着张天佑的名字 房间里除了我的声音 传来了一个令我胆颤的声音 我在这里呀 我听着声音来自身后 转过身发现 那声音正是从眼前那张遗照中发出来的 此时的老婆婆正微笑地看着我 我顿时被吓着尖叫的一声跑了出去 刚跑出门外 我发现张天佑倒在地上 我毫不犹豫地把她扶起来 背着她一摇一摆地朝着村子回去 后来我从张天佑嘴里得知 原来那天我刚进去之后 她还没有跟进去 就突然发现了门口有一个老婆婆 张天佑被吓着直接昏了过去 这个时候我突然说着 那那天在屋子里 和我一起打手电的人是谁呀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 怀疑树下的破屋子的故事 欢迎先来收听